- 大家好,我是鹿蔣 - 今天是表餐到的午餐系列第二集 - 今天希望他會跟我一起吃午餐 - 希望他也剛好有空 - 希望他也剛好有空 - 他要陪我來吃飯 - 今天是表餐到的午餐系列第二集 - 我就問我同事很多有沒有推薦的餐廳 - 必定希望來的話 - 要大家吃漂亮一點的地方 - 好吃一點的東西嘛 - 那我同事又推給我一間 - 最近在表餐到很有名的 - 算是網美餐廳 - 就還蠻期待的 - 那我們再走吧 - 這一家店它的午餐時間是 - 十一點半到下午三點 - 那這裡有義大利麵 - 還有沙拉跟飯跟牛排 - 還有海鮮料理 -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種類 - 還有free drink 就是有喝到飽 - 還蠻期待的 這裡等一下休安 - 好久不見喔 - 我們來陪鹿講出午餐 - 謝謝你 有空還特別來找我 - 那我剛才看到有人在排隊 - 我們先下去好了 - 好 走走走 - 他這個是在地下室 - 然後整個風格都很漂亮 - 有歐洲感 - 跟大家說一個很難過的消息 - 就是我們剛才下去了之後 - 發現他們大客滿 - 超多人 - 我天啊 五組在等欸 叫我們五組 - 他說要等一個半小時 - 真的太久了 - 但因為虛然他也是難得有空來找我 - 他等一下也是有工作要忙 - 所以我們就沒有這麼多時間可以等 - 想說在這附近找一下 - 看有沒有別家可以吃 - 然後虛然就看到一家 - 感覺很好吃的漢堡店 - 對 - 就路過看起來還不錯啊 - 就是這一家 - 漢堡店欸 看起來很好吃 - 而且他的漢堡好便宜喔 - 又有室外跟室內 - 又有室外跟室內 - 那我們進去點餐 - 這次虛然和我隨機找的是一家漢堡店 - 每天都會經過這家店 - 但從來沒有進來吃過 - 所以今天吃到這一家店 - 有解鎖到的感覺 - 那這一家漢堡店呢 - 全日本僅有9間 - 他們的理念是要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漢堡 - 麵包從發酵到烤好都是在店內完成 - 肉和蔬菜也都是原型食物 - 再在店裡做漢堡排切菜 - 價格呢 - 以漢堡套餐來說算是便宜 - 份量也沒有很大 - 蠻適合想要吃青食的人來這裡聚餐聊天喔 - 首先最有名應該就是牛肉的漢堡排 - 其實它整個漢堡的種類還算蠻豐富的 - 那我跟虛然現在已經點完餐了 - 我們兩個點了一份起司漢堡套餐 - 那還有一份是培根起司漢堡套餐 - 那都可以選副食 - 那因為我們兩個想要一起分享 - 所以虛然他就點薯條 - 我就點雞塊 - 然後虛然點了咖啡歐雷 - 我點了蘋果汁 - 現在是飲料先來 - 那他們在做餐點的時候呢 - 他們有給我們一個這個 - 就是那種台灣百貨公司吃飯的地方 - 如果做完了就會想這樣 - 它有室內跟室外 - 因為我們覺得室外的空氣比較好 - 所以我跟虛然坐在室外 - 好久不見的虛然 - 耶~~ - 來了來了 我要去拿了 - 好 我們去拿我們去拿 - 耶耶耶 - 好 然後現在餐點到了 - 我才發現我忘記講 - 我們還點了一個甜點漢堡 - 這真的是我們兩個甜點漢堡 - 裡面就是卡士達奶油 - 還有鮮奶油跟紅豆餡 - 然後這個應該是我的 - 看起來很好吃耶 - 很澎湃的感覺 - 很澎湃的感覺 - 很澎湃的感覺 - 感覺很好吃的 - 然後是虛然的漢堡 - 感覺很好吃 - 感覺很好吃 - 它的size感就是這樣 - 然後來看看 - 搭配的香菜醬 - 另外有一個是塔塔醬的樣子 - 但現在塔塔醬 - 我的漢堡裡面有了 - 所以我想說點個香菜醬 - 醬汁超好吃耶 - 那這個呢 - 就是他們那個雞塊肉 -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- 可是它很多汁 - 就不像是一般年鎖店的賣套 - 感覺裡面是乾乾的 - 當然賣套也很好吃啦 - 可是它這個是比較多汁的雞塊的感覺 - 我剛剛吃薯條超好吃的耶 - 它是軟軟的 - 然後它的薯條比較粗的 - 可惜它沒有番茄醬 - 很想沾番茄醬 - 欸你沾這個醬好吃耶 - 對啊 - 很特別喔 - 我覺得好吃耶 - 好吃好吃 - 我喜歡這個醬 - 那我現在來吃這個漢堡 - 它裡面有漢堡肉跟 - 培根 - 起司跟番茄 - 還有醬跟菜 - 它的肉有一點像台灣早餐店那種漢堡肉耶 - 比較再濃一點的味道 - 然後 - 它這個麵包裡面呢 - 有酥脆感 - 這一家店常常經過 - 可是我都沒有進來吃過 - 是喔 - 還不錯 - 可是好可惜 - 你沒有吃到那一家王妹的肉 - 然後現在吃完要吃它的漢堡 - 對 我要吃我的起司漢堡 - 起司漢堡 - 裡面就是只有70個漢堡肉這樣嗎 - 對 而且它的起司有點薄 - 看起來 - 我覺得比台灣早餐店好吃耶 - 味道再濃一點的 - 就它的外型長得很像台灣早餐店的漢堡 - 對對對對 - 就不像是一般日本的那種漢堡肉 - 欸很好吃耶 - 是啊 - 我覺得它的大小很適合我 - 為我不喜歡吃漢堡是因為 - 我的嘴巴沒辦法張很大 - 然後所以每次咬都會吃得很狼狽 - 然後可是這家大小咬起來就剛剛好 - 所以蠻適合我這種 - 沒辦法張到太大的人 - 然後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吃太多醬料 - 我就有跟他們店家說幫我把那個醬料加少一點 - 他們都可以對應 - 就還蠻親切的 - 平常都自己一個人吃飯比較多 - 像今天這樣虛然來陪我 - 就很開心 - 他給我的番茄醬 - 就是要跟他要才有 - 好像日本的店都這樣耶 - 就他不會主動給你番茄醬 - 是你要去要才會有 - 妳是吃薯條一定要沾番茄醬嗎 - 嗯 - 我是都要沾糖醋醬 - 好完美喔 - 最近因為每天都戴口罩的關係 - 就是我這邊長了一顆痘痘 - 已經很久沒有長痘痘了 - 我們公司的人也是因為每天都戴口罩的關係 - 就有時候皮膚這裡會長一些紅紅的疹子之類的東西嗎 - 然後大家都有在看皮膚科這樣 - 欸那你會偷懶嗎 - 比如說你戴口罩一下都不化妝了 - 會啊會啊 - 我也會 - 因為我有接睫毛的關係 - 會懶就不會化眼妝 - 所以通常就是全部都不化這樣 - 嗯 - 因為也不會把口罩拿下來 - 嗯 - 那現在西蘭要來吃我們的漢堡甜點 - 對 - 結果竟然肉獎他不敢吃 - 傻 - 我想說就點一個甜點 - 因為我覺得這很特別 - 結果肉獎他不敢吃 - 他就說全部給你什麼的 - 我想說雖然看起來那麼想點 - 我不好意思拒絕 - 它的醬很像紅豆餅 - 你不覺得嗎 - 而且它真的是跟剛剛的漢堡一樣的尺寸 - 看起來很好吃啊 我來吃看 - 妳來吃看 - 而且我發現旁邊住的日本人也都有點 - いただきます - 嗯 - 加砂糖跟紅豆哪個比較好吃 - 比較適合 - 欸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吃欸 - 兩個口味都好吃 - 兩個口味都好吃 - 喔對 - 沒有跟大家講到這個甜點的漢堡 - 有分成紅豆餡跟奶油餡 - 還有像我們這次買的這個綜合 - 那因為是第一次吃嘛 - 想說兩個口味都要吃到 - 所以就買了綜合 - 真的有在吃甜點的感覺 - 我吃欸 - 你喜歡就好 - 傻眼結果鹿角沒有要吃 - 抱歉 - 欸我現在才發現它有那個 - 哇沙比一粒欸 - 感覺蠻特別的 - 對有酪梨芥末漢堡 - 對沒吃到下次再吃 - 這個主要的也是有 - 哇沙比一粒 - 下次再來吃 - 喔真的欸 好酷喔 - 那修蘭謝謝你來陪我吃午餐 - 好上班加油 掰掰 - 妳也是 掰掰 - 掰掰 - 呵呵好可愛喔 - 好那剛才跟修蘭分開之後呢 - 我現在又是一個人 - 其實真的很感謝修蘭她來陪我吃飯 - 不管是跟別人一起吃的飯就特別好吃欸 - 那剛才在影片裡面也有講 - 其實我自己平常是不會吃漢堡的人 - 因為我以前有 - 就是出過車禍的關係 - 其實我的嘴巴是沒有辦法長到很大 - 所以我會很害怕那種嘴巴要長到很大的食物 - 如果吃漢堡的話 - 通常還是要用刀叉 - 就是切到 - 比較適合入口的大小 - 就是我才會吃 - 然後但是朋友想吃就是我還是會去吃啦 - 因為自己平常不會吃的關係 - 所以跟朋友去就反而發現了一家還不錯的店 - 就我覺得這個是我今天的小收穫的感覺 - 然後修蘭人很好欸 - 就是她走之前啊 - 她還給我這個 - 等一下是鼎泰豐的鳳梨酥 - 等一下工作累的時候呢 - 就可以吃一下這個鳳梨酥放鬆 - 這個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帶修蘭吃到 - 我同事他們推薦這家很漂亮的網美餐廳 - 因為我同事他們說平常人沒有那麼多 -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預約 - 也覺得沒關係 - 就沒想要進去之後就發現就是高棚滿座 - 就蠻可惜的啦 - 如果下次有機會啊 - 就是需要他還有空 - 就是剛好來表餐到這附近的時候 - 就也想去跟他吃吃看 - 好那不知道大家看這個上班族午餐的第二集 - 有什麼想法呢 - 上次其實蠻開心的 - 因為有一些網友他們可能也在這附近上班 - 他們就send給我很多 - 就是表餐到這附近推薦的午餐 - 只是因為這次比較趕比較忙 - 沒有機會吃到大家推薦的 - 蠻可惜的 - 可是大家推薦的餐廳我都把他們全部都list起來 - 就是之後要去吃再慢慢的一個一個征服 - 如果大家有其他還推薦的話呢 - 都歡迎可以跟我說 - 大家從心裡感謝大家豐富我的午餐人生 - 好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啊 -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- 大家掰掰 - 大家也都上班加油 - 上學加油 - 開開心心過生活 - 再見 - 掰掰 - 再見 - 再見 - 再見 - 次圓終了 - 非常值得的 - meanwhile - 小禅樂 - 現在 - 最近 - 現在 - 現在 - 最近 - 時間 - 離家 - 先 - 明 - 時間